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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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再向下沉沦了 你不要再堕落了好不好 为什么总是不能够明白 我现在这些伤跟脏乱 就是因为我想要努力的从这些灵里爬起来 你们太过分了 我真的不知道你们的心态是什么 欺负新人打药会不会 这就是你们的生存之道呢 我都看见了 是你们故意抬起阿月的 东小路 你会不会对你的安人太关心了 哪有 阿月这两天心情不好 你嘴上说不管 可是你却骗他陪你加班 看你啥饱 哎呦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这个人最鸡婆 沙热心诱人来疯 可是说完过头 就忘了分错了吗 是吗 是 我现在活着的目的 就是要大家开心幸福 就是你对阿月太好 小心阿月会爱上你 怎样你这样照顾阿月 一定很容易引起公司同事人会吧 真是抱歉 这样对你 对阿月都不好 哎 瑞珊 颜小姐 我跟阿月只是朋友 我们之所以熟 是因为她是我的救命人 阿月的手不是普通人的手 她的手是钢琴家的手 可是就在她还来不及站上舞台之前 就彻底被你给毁了 你知不知道 你毁掉的不只是一个钢琴家的生命 还毁掉我跟她的未来 还毁掉我跟她的未来 放心把你自己交给我吧 我已经等了你二十几年 我比任何人都有把握 要好好爱你 照顾你 而订婚 这是我对你承诺的开始 谭英心 我要跟你分手了 为什么自己一个人 对我们的感情下决定 如果爱情是双向的 那么我的应该也有选择权 对吗 所以你会来参加我跟最深的定位典礼吗 陈岳 如果我要失去你 我也要听你亲口对我说 一个即将开个人演奏会的乐团首席 她需要的幸福比谁都轻松 我不可能 我永远都不可能 我也替你们两个的幸福 觉得很骄傲 我花了两年的时间才重新遇到你 你有责任听我说 那时候 我无预警地提出分手 我真的很抱歉 我生病了 是现在医学无法医治的病 这场晴天霹雳来的 我无力找家 当你生这种病 是不我跟你骂的 对不起 每回这么想的时候 我的心里就特别难受 我的心里就特别难受 就算你生病了 我还是喜欢你 我不想看到 爱我的人为我痛苦 有一天 等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自己又要让多一个人伤心 我真的不能承受 我知道你还是在关心我 对不对 我知道我们还是有希望 对不起 对不起 你在空中 跟风在一起 我在地上静静静地看着你 是的 其实 是我心目中的阿悦 小布啊 和你所爱的人 没有必要掩饰彼此的心情 强颜欢笑 大可不必 这故作坚强 也没有那个必要 想说就说 想笑就笑 想骂就骂 如果时空回到当初 你还会像当初那样 突然间消失吗 我一定会珍惜你对我的心意 不会因为害怕 就是去和你相爱到底的罪行 小露 可是 这个道理 两年之后我才懂 一直以来 我都在逃避爱情 因为害怕没有未来 最后让两边都伤心 可是我却忘了继续体会 什么叫做遗憾 会有这样的转变 是因为有人教会了你 重新给了你这样的决心 我必须跟你坦白 我爱上了阿悦 谢谢你 谢谢你 在我身边 我真的 现在我也想帮你 跟那些人 幸福 不在于生命的长短 而是在于你所爱的人要分开时 没有任何的遗憾 我爱上了阿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